你愿意要那张唱片吗 愿意 我当然愿意 这是我的荣幸 二爷 老韩 老葛呢 二奶奶有别的事 吩咐她去做 对了 二爷 我给您带了个人过来 您就是程凤台 程二爷吧 你是 我是春轩的徒弟 来 请请 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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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行啊 来 搬出去 开始说 来 搬出去 给我听听吧 来 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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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来 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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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从来不跟我说 他自己以前的事情 你叫什么名字 我也叫春轩 师父隐退之后 就把这个名字 传给我了 他现在不唱戏了吗 折自己还行 全本戏 已经没有力气了 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 他说了 招了几个徒弟 四处跑码头 大班子觉得他年纪太大 不肯要他 他也毫不在意 就在小地方大台 因为唱的 都是一些乡村 农舍的故事 所以 还挺受欢迎的 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被我一不小心给弄坏了 你知道那封信上写的是什么吗 他最近觉得 这辈子的戏都唱完了 就自非录了一张唱片 艾哥写信 为以前的亲朋好友 愿不愿意收一张 做纪念 信被毁了也没有关系 你告诉我 也是一样的 你愿意要那张唱片吗 愿意 我当然愿意 这是我的荣幸 很英诶 你一会儿有什么需要 尽管来找我 你又不会唱戏 帮得了我什么忙 我可以给你介绍个好戏班子呀 比如说 用不着 我师父说过 昌喜 是为了让自己高兴 这姑娘就是你母亲的徒弟啊 不卑不亢 一点也不露气 你母亲 肯定也是个好角 是为了让自己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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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一途 一途 一途 五途 又少 我这辈子爱过 恨过 当过万人追捧的红君 当过有钱人家的少奶奶 养过一个孩子 也收过很多徒弟 做人做到这个地步 想必也是没什么遗憾 可是做了一个母亲 我心中有愧 你替我去做一件事 我心中有愧 我心中有愧 你还可以找到家里 我心中有愧 要是记得呀 把这个唱片交给她 给她留个殿下 你告诉她 我好得很 我高高兴兴的 还唱戏呢